我注意到的問題在哪裡呢 倒不在於它的兩個維護和兩個確立的本身 我注意到是它這種修黨章 它其實和歷次中共在改革開放以後的修黨章 是有本質的不同的 而它這一修 它就把它修成了 從一個貌似的一個政黨變成了一個幫派 它就真的就變成了一個黑幫老大 就是 那麼我為什麼這樣說這個話 就是大家看改革開放以後 我歷了一下就是中共修黨章當中 就是事關重大的黨章修改 它都是這樣的 比方說這1982年黨章確立了 現在中共一直到20大黨章的基本框架 那麼1982年修黨章它取掉了什麼呢 它清除掉了文革的極左的各種痕跡 它增加了一些內容 而這些內容它是吸取了文革的教訓 因為大家知道已經經過了80年81年的 就是4000人大會對毛澤東的一些晚年錯誤 已經做了一些親旅 所以它在這邊它增加到的就是說民主集中制 它強調了 它強調了就是反對個人崇拜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民主集中制的那個第二章吧 但是它講到了就是說這個就是任期制的問題 儘管它沒有就明確說這個中生制的這個任期反對 但是它是這麼講的 它在黨章第38條就是講到它就是叫各級黨的組織 無論什麼人的那個職務 它的按照規定那個到了這個時候 你就必須下去 那名詞這個實際上它沒有明確的講說反對中生制 但事實上它是明確講所有的 就是無論是誰選舉產生的還是任命的 你到了那個就是超出任期範圍 你就不可以再連任 這個話是有的不是沒有 所以我們看到82年的黨章實際上是吸取了文革的教訓的 而這些東西到現在為止 你看他習近平這次修黨章他都沒敢動這些東西 因為這些東西是全黨完全接受了毫無意義的東西 那麼第二個呢我們可以看到86年的修黨章 86年的那個對87年的修黨章 黨的十三大 它修的是什麼呢 確立了社會主義的那個就是初級階段 和確立了黨在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 這樣他才能知道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以後 他究竟要幹什麼 然後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十四大的黨章 他修改的是什麼呢 把鄧小平理論放進去 他就確立了就是說他改革開放 究竟拿什麼樣的自己的一種理論來指導自己 那麼這是那個第十四大的 好 我們看再後面一個就是那個十六大黨章的修改 我覺得是非同小可的修改 這裡面的修改是什麼 實際上他就把是之前的那個就是 共產黨是以革命造反起架的 而在十六大黨章的修改 它明確的共產黨現在是個執政黨 那麼第二個呢 它明確的就是這個黨它是要採取開放性的體制的 所以它才會寫到什麼中華民族的 全國人民的先鋒隊 本來只有說共產黨 就工人階級的先鋒隊 它在黨員的入黨條件當中 它寫到了就是說 吸收這個新社會階層的優秀分子入黨 先進分子入黨 這些都寫進去 那麼證明什麼呢 就前面的所有這些黨章的修改 它都是為著這個黨未來怎麼辦 事業怎麼發展 這個黨本身怎麼來適應這個形式的需要 就是這個國家發展的需要 它來進行修黨章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之前的這些修黨章 它就不存在一個黨內的 不同利益之間的這個講價講條件 就是說你同意我修什麼進去 我就可以讓你在哪個方面讓一步 這就不存在這個情況 前面的這些修黨章 它其實都是說把全黨大家沒有意義的 而且確實大家是比較心服可服的東西放進去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還有一個就是說 比如說那個誰啊 就是我們講的那個鄧小平的那個理論 他是在鄧小平78年付出以後 一直到92年才寫進黨章去的 14年過去了 那麼到江澤民那個呢 是到2002年16大報告 才把三個代表寫進去 即便就是到了胡錦濤的 我覺得好像是在2012年 還是在2007年以後 才把它寫進去的 那麼因此這些東西是大家認可了的 而這次的修改黨章我倒不在於它的那個什麼 所謂習近平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 新時代的理論 本來這個就不存在理論 它是硬拼湊的一個東西 而我看中了它的這個四個意識 兩個維護 它其實完全把政黨倒退為幫派組織 為什麼? 政黨它是講的 這個加入這個政黨的人員 他們是為共同的政治目標 共同的價值觀念 共同的這種大家走到一起來 共同合作來完成或者推動 這個就是推動這個國家的這個進步 或者推動這個黨的事業的發展 另外說它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我們過去共產黨裡面講的是什麼呢? 講的是同志關係 平等地位 是不是? 從來都是強調的這點 而且從來強調都是集體領導 但它現在要把這個就是四個自信 四個意識和兩個維護寫進去 你可以看到這一次的修改黨中 這一部分為誰而修改? 為個人修改黨章 為個人修改黨章 所以把一個人突出到全黨之上的位置上 所以我原來就說 當你全黨圍著一個人站 九千萬人圍著一個人站的時候 它就不存在政黨 政黨本來是內部是共同合作來共同推進事業 這才叫同志關係 這才叫黨內的那個黨員的權力平等 它只有工作上的這個上下級關係 它沒有人生依附的關係 但是當你看到全黨圍著一個核心轉 換句話講 全黨九千萬人 它要依附於這個人 聽從這個人指揮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而且它把這個就是兩個維護 寫到了黨員義務的第二條 是吧 這個我因為是前面聽了那個 就是局勢的自媒體 它來分析的 它詳細的講了一下這個 那麼它把它寫到黨員義務上 就是每一個黨員都必須來維護這個核心 都必須來看齊 就是有看齊意識 核心意識這些 其實就是每個黨員必須扶足和聽從和依附它 那你想這還是政黨嘛 所以我說這一次的修改黨章是為個人而修改 而且它把這個中國共產黨事實上 從黨章上取消了 它已經不是政黨 它就是一個黑馬老大了 它就成了一個幫派組織 因為只有在幫派裡面才有下面的小牢牢 就成了下面的馬仔為老大的馬首施占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修改黨 其實已經把中國共產黨宣告終結了 它不是黨黨 它只是頂著黨的名義的一個幫派 我覺得就是這樣